我們回到最後一節 今集我們講信這個詞語 這個概念 大家都講得很興奮 三位嘉賓 來自錢文貞事務局局長 南門鎮先生 孔教學院的名譽院長 湯維歐小姐 還有孔教學院的常務副院長 前大埔孔教學院大城何國佩珍中學的前任校長 梁秋雲校長 你好 那時候不是做校長 初出茅廬 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師 初出茅廬就是一個火 可以用信來感染學生 我想他一輩子的長大回來很感謝你 可能 但我也忘記了這個學生 聽到我們節目回來找梁學生 如果他找回我可以 但是我們說中國的誠意也有 背信棄義 和其他概念也有聯繫 你要做到義也要思考信 我們在日常 我們在現代社會 如何運用這個概念呢 我自己覺得 義當然是道義公義 有些人當他不守信 其實他已經失去了 他和朋友交往的這個義 因為義這個字 即是說合義的意思 一說合義的行為 才叫做義 當他一背棄了他的誠信 其實這個人 他做的行為一定是不合義的 日常生活 其實我們看到 只是講教育界 有些小處的地方 我們希望都要警戒一下年輕人 譬如說現在很流行 用網絡上的AI技術 去做一些check GDP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在網絡上 我們經常要提倡要有誠信 因為古時候 我們不說古時候 我們做學生的時候 我們去引用別人的說話 我們都一定要標出處 但是現在來說 在學術界 有一些票竊的行為出現了 其實這個都是有違誠信的 當你做 如果你常常去 不能夠忠於自己 去做一些合議的行為的話 其實你整個人的培養 在大學裏面也好 在專上學院培養也好 出來社會做事 你怎麼能夠給別人有一種信心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主持人說到背信棄義 在我們中國人裏面來說 是非常覺得絕對不可處 不該的事的話 其實就應該由小到大 就開始要培養 這個所謂誠和信 如果你沒有這兩樣東西的話 你很容易就陷於不義 很容易很快就做了一些不義的行為 尤其是科技一直這樣進步 但是如果人的道德觀念 都不一樣的發展 其實如梁校長所說 真是很危險 而且人們會利用高科技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 很多人欺騙陌生人 你會覺得他欺騙陌生人為利 但是有些人是欺騙親友的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會連自己的親友都欺騙 我們聽到很多詐騙的事情 其實就是欺騙身邊的朋友 在我們的角度來說 更加是背信棄義 在互聯網的世界 大家會不會覺得 比較容易放棄了信這件事 大家可以調以輕心 互聯網裡面留居言 說句話 沒什麼所謂 一詞棄言 歷明 歷明 其實都沒有信的 歷明已經是沒有信的表現 我們叫做文責自負 以前我們在大學 寫大字報一定要留學 自己的真名 是不給用的 是不給用的 在互聯網沒有的 全部大家都用假名 所謂暢所欲言 實情就是 沒有了那個情操在背後 是啊 沒有了當事人自己的責任感在 我想藍爺他們也是 做公職的社會 公職的事務上面 如果有些人是違反了誠信 你不單只是 你是續職 甚至是犯法 所以多些這些節目 現在思想 我們實際 也可以實際一些 來看 比如說 香港是一個商業的地方 金融中心等等 說到最後 由商業成功 世界的商業中心 金融中心 你說什麼 你說信用 譬如一家銀行 某某銀行 它的 goodwill 所謂那個 商譽 商譽 哇 是無價寶的 是這麼多年 它所做的事情 給人看 很值錢 所以 做會計師的人知道 某一家公司 它的信譽 商譽 它都是很值錢的 所以 我們如果 香港想 繼續成功 成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 國際 金融中心 國際 商務中心 我們 一定要培育 我們 香港的 年輕朋友 所有的人 市民 都要有 信 這個字很厲害 即是金融中心 就是信 信 為何不在另一個市場買賣 為何要來找你 於人 我的錢 為何這麼課信 加給你 就是一個信 即是那個 誠信 和信用 這兩樣東西 永遠都連結在一起 所以英文就是 Integrity Credibility 你這個人 沒有Integrity 沒有誠信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credibility 你沒有信用度 所以是沒有價值 我又想提出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現在 我們經常說 如何培養我們年輕人 有誠信 坐在我們這張桌子 雖然同坐在一張桌子 都幾個世代 但是其實你歸根究底 都是要反求諸己 孔子都經常說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孔子都說 有諸己為信 即是說 你其實是要由內在去培養出來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裡 要多些去學習一些正面的role model 一些模範 我們做廣用 像湯院長 是的 湯院長 在座各位 包括主持 我們怎樣從一個學習的角度 然後就反求於自己的自身 他才會不斷地進步 去鞏固他自己這個核心價值 我自己覺得是 很有道理 是啊 在故聯網時代 拖小姐 當年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沒有試過 看到一些匿名的樓盤 或者見過你爸爸那些 有沒有什麼過案 即是有不守信用那一隻呢 即是不守信用 就 是 可能另外 另談 但是我實在想說回 就是爸爸以前 他關於信用的一個故事 就是爸爸以前做染料 是 他說 就是之前幫人打工的時候 這個是事 是 那他就 那些送染料送貨的人 是 就來了 他就要他老闆給錢 是 但是 那時候他老闆不在 是 那就 就爸爸在那裡 是 那他就說 那爸爸就說 那我明天一定會給你錢 是 那送貨人就說 因為他們兩個 即是本身已經有個信任在那裡 即是一直一點一滴 即是建立了 即是建立了 所以他就說好 我知道你一定一定會 是 相信他 然後他日後真的會給他錢 哦 即是言出必行 是的 即是怎樣都是有給到他那個 那就會更加新一層 加新了他們的一個信任度 即是信 是的 那日有沒有什麼個案 遇到一些不所信任的人 或者是 這個是一個現實的社會 我們香港是一個現實社會 什麼人都有 那 遇到不信任的人 不信任的人 所以這個 智很重要 一定要有智 是的 你自己一定要有信用 是 實際那些人 那些人經常是車大炮 騙的 他們少來而已 真正他自己是損害他自己的 他都不知道 真正的要得到好 你是有智慧的人 就不肯傷自己的信 嗯 聖節是千斤 是的 自己就要有信用 一定要有信任 是的 另外在信任人上面 是需要有智慧 也有智慧 是嗎 你沒有智慧 所以 實得是一個 是統力的 華幻相求 華幻相求 聽其現觀其行 看看他的行為 是不是能夠 是有這個誠信 去支撐的 是的 那我想 那才是 我們儒家思想所講的 一個具體人格 就是實得 完完全全 全備的話 就非常好 嗯 擺脫自己 自己的要求 是 一個信用的態度 是 那今天我們 講述這個概念 就去到這裡了 多謝三位嘉賓 就和我們這麼多的分享 好 多謝主持 多謝三位